跟他聊一聊突然觉得 好像回到二十年前 什么时候 就是跟他在播蛋的时候 突然聊一聊 我就觉得突然好像回到那时候 我有看你那节目 真的吗 对啊 他废话 你还知道那个谁唱英文歌 对 我看我也得教你一下英文 你很有耐心啊 那个好像是发音不太标准 然后你又听到中部 一直听到中部 9C 你看我后来那段 找到这个 这好像是我们那时候 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 怎么 peak 贾贾 贾贾龙 贾贾現在回匯品叙就比较快了 好酷 然后还有一些之前的有的没的 还挺好笑 可能在叫贾贾 有啊 我后来有喘一些 这是我们俩胆 想好壞話 你那個微信我們兩個留言給他 可以那個WhatsApp 跟他說拜個早年 他那時候不是 最愛的就是每一個人說 我今天來跟大家拜個早年 拜個這樣子吧 一二三 新年快樂 希望你 希望你一切都好 跟你拜個早年 對 然後上次在Vanets家吃飯 下次是不是要約去你家吃飯 是不是你要約一下 我覺得他都不會約任何人去他家吃飯 會會會 看到這個影片他會良心發心 應該只會約人家去他家打電動而已 好 希望你一切都好 開心 加油 好嘞 剛才發給鍾玉銘 你們是嗎 我剛才覺得說 我覺得這節目讓我跟他 更近了是嗎 更近了 就放下一些啦 有一些 對啦 放下 我覺得剛剛就像 那個有一封信講朋友一樣 就是朋友之間 本來就是大家沒有 因為我們畢竟很久沒在一起 那你說有時候沒有長聯絡啊什麼 就是有時候一定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那我覺得這個節目 對我來講的意義就是說 我跟他見面然後 其實就 心裡面有些東西就真的 我也就覺得啊反正 沒有沒有必要主著任何東西 因為每個人 執著 執著